一转 令平现武 家妃纯妃互对太有趣 魏燕婉刚开始却是挺招皇上喜欢 两人在一起 就像是富家子弟狂青楼似的 这样的感觉让皇上很新鲜 可是皇上却是爱面子的人 当魏燕婉只认得燕窝戏份 分不清白慈和白悠 为了不降低自己的地位 从此冷落了令贵人 皇后去世之后 纯妃脑残重计被冷落 如一生为皇贵妃 而家妃也生为贵妃 为了登上奉座 让自己的母族 特别 是心上人脸上有光 家贵妃陷害如意通奸 安吉大师 魏燕婉明知道家贵妃 有可能是未来的皇后 但是她觉得她成为季后不会对她好 所以干脆光明正大站到如意这边 而且她还赌对了 魏燕婉因为为如意求情 而被皇上破例身为令贵 只不过她还没高兴多久 被降位贵人的家妃又身为魏家贵 这让她感到心慌 好不容易比对手高一等 杨美吐气还没多久 一下子又要在家妃面前扶小坐低了 果然令妃料对了 没过多久 家妃又成为家贵妃了 和淳贵妃平起平坐 为了让皇上又改以前的印象 令妃费尽心机 终于在宴会上大秀武纪 皇上颇为赞傻 还说领贵真是今时不同往日 不再是那个傻也不知道的乡土女子了 这五跳的匠心独运 如入话中 可是家妃却不以为然 说今天真是无趣 除了歌就是 尊宠 也要学点别的吧 非要把自己弄得跟个歌舞乐技术 自变身家 真是没趣 和淳贵妃的淳贵妃听到却回答 家贵妃别总说旁人 想当年你不也是什么 长鼓舞啊 扇子舞啊 吹短箫 谈北琴 一天一个花样嘛 情商勘腰的淳贵妃被设计一回 真是吃一千长一智 说话也会这番毒蛇了 家妃一脸嫌弃 你说令妃那是东施笑嫔 纯妃皮笑肉不笑 说她和家妃都是半老徐娘了 哪里比得上人家十几二十岁的妹妹呢 就算是东施 那也年轻水灵的狠啊 年轻水灵的狠啊 弄瓜秧子似的 知道怎么伺候人 非要您长一些才有韵味呢 收完牌去问如意 今日令妃这番作作 她会怎么看这件事 结果如意却说作作能得到皇上的喜欢 那也是人家的本事 请不吝点赞订阅